分段的眼睫毛黏在底部 伸手会比较容易控制黏在表面的 哈喽 化妆师Guby 今天又是一个极简单的懒人化妆 一分钟就已经可以化完的一个眼妆 这个眼妆就是专注给一些肿耐霜或者耐霜的人用的 什么是肿耐霜呢 很简单 就是你望下面的时候 其实你是有一个双眼皮折的 开眼会没了或者很少 又或者你先画圆条的眼线 又或者是用一些深色了一点的眼影 你开眼睛看是会完全没了伤眼皮 比如接着眼睛看起来比较小 再加肿过微化妆之前 这一类的眼睛就应该九成九刀是肿耐霜的 我的唐盔都很爆高 其实这个眼妆会示范第二种粘贴眼睫毛的方法 因为之前我有段影片是说 肿眼皮硬的人可以如何粘贴眼睫毛 这一类就是说第二种很简单的粘贴眼睫毛的方法 就是适合一点不是眼睫毛 是调眼的人 什么叫调眼呢 就是你开眼睫毛的时候 里面眼睫毛下面那块粉红色的肉肉 是会露出来的 如果你画了一条外眼线之后 那块肉肉是会直接彈出来 然后看下去就好像400眼 画完眼线之后 还会比未画眼线之前 看下去没有那么有精神的 这一类就是所谓的掉眼 这个粘贴眼睫毛的方法 就非常适合这一类的 好 我们开始 好 你看到我嘴巴抹抹抹抹抹抹抹 声音又不对 就知道了 我的咪又没开了 我发现就算买了个多贵的咪也好 有个不懂用的人 都是没用的 所以我现在后装一个咪下去 大家张仔一下 2 1 好 我现在已经化好了这一边的眼睫 那我们现在一起来做另外一只眼睫 我现在会用大眼影掃 点这一格有少少偏橙的眼脸啡色 因为我发现大部分内伤的人 通常都会附带着肿的 就是眼脸上面这个位置 会比较多脂肪或者水分 所以我就会选一只不闪的眼影做打底 那就不会令那种更立体 但我也想今天的妆去一些开玩笑 所以我就选了这个载点来做打底 用大眼影掃均匀地摗得掉ures 可以加上眼 Georgia 因为刀球本身软一点 所以不需要使用 在眼镢上过去 便能有一个美好的晠变打底 一夜放在最继续眼睫毛巾 新眼珠最突的位置 那位置是最出色的 慢慢地掃不太色的時候 就可以在眼窩裡左右走 然後就可以用一個小的眼鏡掃 拿同一種顏色 把整個下眼眼的位置 游去 本身這個小眼鏡掃的闊度 應該是剛剛好我們眼底 做臥蠶的位置的闊度 不用太老 從頭到尾掃到眼線 就可以了 然後我就會用這支下眼影的扁掃 用這個深一點的啡色 在我們眼尾這個位置 輕輕加深 延長我們的眼影 然後這支顏色 也是順手拿來當眼線 如果你放了這顏色 覺得有一點一大大做得不像 就可以拿大眼影掃出來 把你覺得一大大的位置 插出去就會變軟 做完上眼線的尾位之後 我們要做下眼影這個尾位 由尾位開始 插一點點延長去前面 大概三分一 那你的眼睛就會 上爬風影 就不會像一條科豆 這樣 輕刮一下尾位之後 你就會發現 你的眼睛已經放大了很多 而且如果你本身是內傷的人 是不太適合畫圓條的眼線 因為你的雙眼皮疊已經很窄 然後看上去眼睛會更細 更加準 然後為了營造雙眼皮疊高了 更加明顯的錯覺 我會選一隻很自然 帶閃的眼影 在雙眼皮疊下面這個區域 整條用手指 塗一些眼影 用手指上的顏色會比較出 而且本身眼影的閃不太高調 所以用手指上會比較漂亮 那個閃千萬不要放得高過你的雙眼皮疊太多 要不然你看上去 就整個眼鏈會很腫 你看到我放了一點點閃 在雙眼皮的很窄的位置 我整個雙眼皮疊好像光了 立即由內雙眼皮變成正常雙眼皮 我就拿了一個棉筆棒 噴了一點玫瑰水 然後畫在我層最光的位置 為什麼要噴玫瑰水呢 就是玫瑰水會令顏色更加出 而且沒有那麼容易飛粉 亦都更加持久 就是這樣眼影和眼線就完成了 是不是很簡單呢 是不是很快呢 現在就來到今天的重點眼睫毛的部分 在夾眼睫毛之前 我就要拿一個螺旋刷 將眼睫毛上面卡了眼影 碎粉全部掃走 以及將眼睫毛的方向掃回 對它 然後我就會拿一個睫毛鏡夾眼睫毛 我今天夾這個眼睫毛 會盡量有這麼貼筋 很大力按L型的塞上就可以了 因為如果你這個眼睫毛夾得不夠貼筋 它是會令到我們等下黏那個假眼睫毛 一起壓下來 那你的眼睫毛就會變得好不正常 好 但是呢 因為已經搭入夏天了 天氣是非常潮濕的 所以一夾眼睫毛之後 我就要立刻拿一個睫毛液 去塗一塗我那個剛剛L型轉彎位 做一個定型 否則它很快就會再做 那因為呢 我等一下是黏假眼睫毛 所以我選這個睫毛液 就不用有什麼纖長 濃密 什麼笑 那些效果 我只是需要它定型 塗完很薄一層之後 我們就可以拿一個睫毛鏡 很大力地夾多它一次 令到眼睫毛液到飛起來 好 接著現在呢 我們就準備一個假眼睫毛 貼在我們的真眼睫毛下面 滑滑滑滑這個位置 上次那段片 我的分段眼睫毛是用魚絲款 那今次我要貼眼睫毛底這個位置 我就會選這類直眼睫毛的 一柱柱的眼睫毛 那它那個款呢 是會再窄一點的 就會再容易一點 控制在你那個耐眼線的位置 至於呢 這一類的眼睫毛 其實是會有很多不同的款式 你們可以自己上網找一下 你喜歡什麼款式 然後買來試一下 我就不一定要用我現在這個款式 我不知道是不是因為人越來越老 所以就很想扮年輕 所以我今天選這個眼睫毛 是那些太陽色開花一柱柱 一些懶是可愛一點的眼睫毛 但如果你不喜歡這些懶可愛 其實你也可以用另外一些正常 一些自然一點的眼睫毛 都可以的 那這個眼睫毛呢 現在我只是順著它的次序去貼就可以了 就是隨便隨便隨便 第一排看到我已經用了 現在我們就一起貼第二排了 那這次這個膠水呢 我會選擇了牙膏裝的黑色 因為呢 它沒那麼快乾 容易每一次拿去到點 不用塗 還有呢 一個最大的原因 就是它乾了之後會是黑色 那只一顆這個大小的膠水 在手背上 然後呢 拿一個尖尖項 不要拔毛的位置 我們要拔那塊眼睫毛 要不然這條毛很容易會弄 拿了毛出來之後呢 我塗膠水就要塗在毛頂頂這個位置 只是在表面而已 那底部不會有膠水 因為呢 如果底部有膠水的話呢 你合上眼睫的時候 它就會黏在你的眼睫 那所以呢 只是頂上有一點點就可以了 那碰了膠水之後呢 你等到膠水半乾的時候 就可以放在眼睫裡 不要點完之後馬上放 因為呢 如果它還沒乾得很多 很濕的時候 你放下去呢 就會黏不穩就會飛出來 你看我的樣子多醜 我回頭看見自己這個樣子 都覺得醜 哈哈 因為呢 露出雙眼皮的人呢 那個雙眼皮接很窄 所以呢 我們不可以在上面 放眼線 或者加眼睫毛 令雙眼皮接的空間 令雙眼皮接更窄 所以呢 我就會把雙眼睫毛黏在底部 黏在底部 不會令雙眼皮接更窄 之餘呢 還是一個非常自然的方法 因為呢 你閉上眼的時候呢 是完全不會見到有膠水漬 還有不會有眼線的 你可以拿一塊鏡呢 放在下面這個位置 看下面 然後你就會很容易 放到那個眼睫毛 但是因為我在拍片 就唯有我高頭 那你我高頭呢 就可以看到那個落眼線位 然後你放下去 放完下去之後呢 等一會兒 等我膠水更多一點點 你才會炸完 光到八八九九呢 然後就可以拿一隻手指 推一推那個眼睫毛 去回一個我想要的窄道 看著都是一樣 同一個方法點膠水 其實整隻眼都是同一個方法點膠水的 好 放了一個眼睫毛下去之後呢 在我膠水未講之前 你就要拿一個尖尖鏡 挑一挑它的方向 因為它擺得不好 它會篩了篩油 我們要像一個太陽花放射式的方向一樣 上面黏的眼睫毛搞定 我們就可以塗下眼睫毛了 因為上面有很多眼睫毛 下面我就不想有個上重下輕的感覺 所以我就選一隻 塗出來的效果比較厲害的睫毛液 就是這樣眼妝已經完成了 是不是很快很簡單呢 好 以上就是這個這麼簡單的 太陽花放射式眼睫毛可的眼妝 就完成了 哇 這個名字 哈哈 如果你覺得這樣分段 或者是一些叫單珠的眼睫毛 是很難貼 很麻煩 其實根據我教了這麼多年 個人化妝班的經驗 如果你是完全的新手 貼這些分段的眼睫毛 是會容易學和容易控制過 貼圓條的眼睫毛 在我的化妝身眼裡 有九成九的時間 都是 不知九成九 九成九九九的時間 每個人都會把它分段 或者彈住 去放眼睫毛 因為 容易 和漂亮 還有正 都不是你想像中這麼久 而且這個眼睫毛 其實也是非常適合 偽素眼 握男人 其實是很難看到你真的黏了眼睫毛 你會以為那個女生的眼睫毛 本身就是這麼囂張 這麼漂亮 如果你是一個女騙子 你可以用這個方法去試試 誤導男生 如果你喜歡這段影片 可以留言給我一致 還有如果你有其他化妝 或者護膚的奇藍雜症 你也可以把你的問題 打一個留言 我看到哪些問題多 我就會安排拍片 去分享 當然要在我認識的情況下 你不要問我後輪痛 那怎麼辦 還有記得訂閱我們這個頻道 因為我看到有很多看影片的人 好像超過七成 有沒有記錯 超過七成的 都是沒有追蹤我們的 記得追蹤我們的頻道 我們下星期四有影片 你就會知道 要按一下小鈴才知道 記得按一下小鈴 那我們下星期四見 拜拜 現在每逢星期二的晚上九點 在Facebook上 我們都會有一個限時優惠直播 我會介紹一些我覺得很好用的產品 有一個優惠的價錢給大家去買 另外我們網上的新娘化妝班 其實已經上了線了 是很完善地由零到心 開始說新娘化妝是怎樣做的 還有我們這個課程 是有30天100%退款保證 你買完這個網課 覺得對於你來說沒用的話 我們是可以全數退款給你的 希望幫到你們了 拜拜 有機器